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今天我們GSG Ucoms 和大家回到一個非常漂亮的屋苑 叫做Hotland Village 距離倫敦最近的火車站 大概35分鐘車程就到 我們今天會看一個三房的現樓單位 我們就之前看過這個示範單位 屋形叫做Willow 1282尺 我們就看過這個示範單位 裡面放了駕駛是怎樣 今次我們就看一個同屋形的現樓單位 一間清水樓來的 就是前面這個鏡頭正中間的單位 一個半獨立屋來的 右手邊那家人已經搬進來 前面就是剛才所介紹的示範單位 進入到來的時候 這個樓梯的位置都算是比較對得正的大門 這個圓光位不算是窄 我覺得都算是OK闊的 以一種的就廊來計的話 前面就是廚房和飯廳 這邊有兩隻門 這個位置就是樓下的洗手間 手間有窗的 以及已經做好了 半磚連鏡 聲盤都夠大 這個位置都算是幾寬 而一個樓下的吸手間 其實都算是幾寬闊的 上面也有很多位置可以放置 上面也有很多位置可以放置 也有個人資料在這裡 再加上這邊也有窗台的位置可以放置 然後它的隔離 就是一個洗衣房的位置 已經連過衣機的 水喉位置都放置在這裡 上面有個位置可以掛衣服 上面也可以放置 還有這個位置也是有個抽氣線的 那它旁邊呢 這裡就是廚房和飯廳的位置 已經鋪好了一個石的桌面 也是一個standard 那這邊呢 有一組的電掣 連上三個USB的頭 另外兩組的電掣 就在我們鏡頭的左右兩邊 也有很多櫃去放置 開櫃看看 這個也有幾深的 這個也是一個大的櫃 上面也是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的 上面除了這個位置之外 因為這個是抽油煙機 上面全部都是用來放置 用無火煮食的 四個爐頭 也有桂桶 來放一些刀叉筷子 過來這邊的時候 有一個大的升盤 也很大 也很夠深的 而這一邊呢 就是一個洗碗碟機 也是大那一款 而雪櫃和微波爐焗爐 就在這裡後面了 有一個標準的大小的雪櫃 除此之外 這邊也有櫃去放置 所以這個廚房 有很大量的儲物空間 這邊可以做個飯廳 甚至乎如果人不太多的話 也可以考慮這裡做個飯廳 連同客廳 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 畢明以上就是三房 但其實有可能做到四房 我們轉頭上去樓上 看看 這邊也是 放了一個電視機的位置 這邊也有另一個電鍵的插頭 而去到這一邊 也有兩組的電鍵插頭 其中一組也有USB 那這個飯廳的位置 也有兩組的電鍵插頭 還有一個落地玻璃 上面有窗可以開到 望返著花園 那花園是有斜的 斜向屋這邊 所以看到其實這輪也落得比較多 中間這個位置 可以看到濕了一個位置 可以說是花園 會凹凹在那裡 但我剛剛也看到 在外面其實是有去水位 然後上樓下之前 看看這裡 下面有一個的 保留 也算是大和很深的 楼下已經佈了地板 楼底有2米5高 還有剩下了不少的downless 廚房中間也有抽氣線 喜歡開放式廚房的朋友 其實這個廚房的sense是不錯的 看完樓梯之後我們就上樓上 樓梯不是完全地直 這邊是轉彎的 剛才提過這裡可以做到4房 前面就是廳 現在它的設計就是前面的客廳 這邊就是主人房 我們先從主人房這邊看 已經弄了一個大的入場衣櫃 大家可以看看裡面 也挺高的 這裡的樓底是2米5 這個位置也可以放一張書桌 電視插櫃也放在這裡 看看外面的景 窗其實也算是挺大的 比例順來算的話 這裡就是看著下面的花園 而這個景就是看著內圓景 最近看得比較正的這個家庫 其實都隔了大概兩三間房子的位置 這間房子也是弄了幾盞的 接著來到這邊 就是預算了這個床頭位 也是弄了一個電掣 你的床頭可以關燈 另外這邊也有另一種電掣插頭 這個主人房的尺寸其實也算不錯 在這邊呢 那就是 一個on suite 有一點可惜的 就是這個位置是沒有窗 其實這個牆壁後面 已經是對著房子的外面 不過呢 應該也有些位置可以上面擠東西 還有呢 這邊也都是建了一些櫃 可以多些位置放東西 下面也有櫃可以製東西的 而這邊呢 有一個羅毛巾架 也夠大的了 而一個主人房來看的話 再進來這裡看看 一個的花灑頭 這個位置也算是寬的 看完了主人房之後呢 那我們過去看看這個 現在它的設計是做一個廳的一個房 那這邊呢 都幾寬落下的 這個位置放一個電視位置 這邊也有另一組的電製插頭 那這個如果做廳的話呢 可以放一張梳化 又或者放一個櫃 如果這個房是用來做睡房的話 那這個就 可以考慮放一個衣櫃 不過呢 就會遮蓋一個電製插頭 不過沒有大問題的 因為其實這邊呢 也有 其他的電製插頭位 也有個電視器在這裡 那這個就是一個Julliet Balcony 大家會看到是可以打開的 那外面有個欄杆 那如果不想打開門的話呢 也可以打開窗 那這個位置是會聽到多少的車聲的 看到前面都有些車經過了 那這裡走大概好像應該六十萬 那這個地方 那這個中間的樹林 都隔了少少的聲音的了 那樓上呢 那就是鋪了地毯 除了一個浴室之外 那這樣呢 那我們就上去樓上看看 那樓上呢 那樓上呢 有另外兩間的商人房 和一個的farm 的bathroom 那我們就先由這一間的睡房 開始看起 這個窗的比例上 我覺得都OK的 不算要太小的 那是有些斜頂 那斜頂的話呢 那斜頂的話呢 那佔了整個房 大概40%的位置 那這邊呢 是床頭 看到有兩組的電製插頭位在這裡 那這邊呢 就是床尾的位置 也有兩組的電製插頭位 看下景 那上到高一點呢 那就可以看到多些樹 那這個就是看回內圓景 那這邊呢 就是靜的 靜的這邊 那前的房 那應該 估計應該都會比較躁少少的 好 接著呢 就看一下這個 farm 那有個浴缸的位置 做了半磚 那也都有個 花灑頭在這裡 那 那除此之外呢 那也都有個 寬深的 旗缸位 這邊也都是做了一塊鏡 還有 也都有 櫃去擠東西的 上面有栽扇 先看 角色管下面有個位置 可以拿東西 還有一次 那個位置都合適的 這邊也都有個 望望鏡架 那整個的浴室都算是幾闊 六下 那出來走廊位之後呢 就看完這一間的睡房 那這個的signescape 基本上圖箱間 是非常之接近的 那這邊就是看著 這個 這個樹林 那個景 那怎麼都聽到多少車聲的 我們開了窗 今天夾集著 那些小鳥聲 和那些車聲 這個 這個是床頭位 有兩組的電掣 插頭 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那躺在這的時候 可以看著那個樹林 那其實都挺漂亮的 那我們就差不多看完了 還有很少的音樂看 大家可以問那個熱水樓放在哪裏呢 熱水樓就是放在這個位置 那這個是升高了 那是樓梯上面的位置 而上去樓上的Loft 就是這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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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算是一個1200呎的三房單位 那其實都挺闊落下的 尤其是它向高發展 那所以每間房的size 都是很闊下 好夠大的 所有的房子 那如果給我的話呢 那其實我會考慮 將這個來做一個四房單位 將這個廳 正正前這個位 都用來做一個睡房 那如果想煮得鬆動一點的話呢 那這個 回到做一個廳的話呢 那就是多一個活動空間了 那這個1282呎的三房單位 那這個售價是580K 那是現樓單位來的 那以一個三房單位計算的話 都真的算是非常之闊落啦 那還有呢 有開放式廚房 那如果喜歡開放式廚房的朋友的話 那這個單位就不錯啦 那再看回個圓關位啦 那除了一個門的位之外呢 那這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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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那兩個就是電錶和煤氣錶的箱啦 那我們進來這個 花園呢 那這個位呢 已經是鋪了地磚 那正正我們前面這個位呢 是平的 那但是這裡呢 那這裡呢 是有多少的上斜的 你看到 那旁邊也有個的Storage的位啦 給大家去擠一下的 那鋪好草皮的啦 那這個Storage可以給大家 那現在我們來放下一些 即是類似Garden Shed這樣用啦 那就這樣看呢 都沒有什麼明顯的問題的 那這邊也有一個電制插頭位 和一個水龍頭位啦 那我們出去之前呢 那其實我們看回這裡 下面的 那這邊呢 是有個去水位的 那所以是防止雨水積墜在這個位啦 那這個位呢 那這個位呢 始終是對著前面 那塊的樹林 和後面的茅路呢 那始終有多少的 的 吵少少的 車聲啦 那看完了花園之後呢 就看回前院啦 那前面呢 是有兩個的 泊車位的 是平排那種啦 那所以泊車都方便啦 那旁邊的屋已經是搬出來啦 那這個位置也有一個 充電的位的 那轉個角這邊呢 那都是一個Codacet 那所以 都不會有車 即是很多車會在這裡 出入啦 那旁邊這座呢 是一座Apartment來的 那這個都好像一個停車場啦 那我們走出來這個位呢 你看到很多的 參天大樹在這裡 那這裡呢 其實有一條路可以走的 在一個樹林中間 那如果不計那條馬路的話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靜的位啦 那相信入夜 外面少些車的時候呢 這個位置就非常之靜啦 那正正鏡頭最中間 這個單位呢 那就是今天所介紹的那個 三層高的三房單位啦 那這邊呢 不少單位已經是搬了進來的啦 那跟著呢 就跟大家出出邊這裡 走一走啦 那給大家有一個三百六十度的了解 那見到這個單位附近是怎樣啦 那這裏就出回到屋院那條路啦 那這邊呢也都有些的房客拍車位的 那那我們上次呢 就介紹過前面這個很特別的屋形啦 那那麼快呢 就被人要了啦 不過 就算賣不及這個單位 不要緊的 那其實現在還有其他單位可以選 那包括了我們今天介紹的 WELLO的這個屋形啦 那另外呢 那也都有四房單位是放售的 那四房的話 那就由675K起 那又或者這個地方未必適合自己的話呢 那其實我們這裏 附近有其他的地方有屋形是介紹給大家的 那包括了Brunner啦 Walkingham Guildford Horsham Basingstoke 以及Newbury 那大家就可以看回下面的連結啦 那每個屋形都有各自的特色 那如果大家還想要其他選擇的話呢 那是有的 那距離今天介紹過Hotland Village 大概都是六七分鐘的車程呢 那就到了一個全新的屋苑 那發展商是Wedro 那我們也是拍了影片的 那裏面的示範單位都是很漂亮啦 那這個屋苑是在一個哥爾夫球場的隔離啦 那看到前面那麼多樹的左手邊和前面呢 那都是哥爾夫球場來的 那都是一個正式的18個洞的哥爾夫球場啦 那如果大家是喜歡打哥爾夫球的話 那這個位置就超級方便啦 那一走出去的家門口呢 那就已經有了 那走過來都真是一分鐘兩分鐘就到了 那我們也都做過預覽啊 那看看其中一個示範單位的廚房 那一種飯廳和偏廳的位置啦 那是非常之開揚闊落的 我都很喜歡這一種的屋形啊 那我們也都遲下會有影片呢 是介紹回這幾個的示範單位啦 那大家如果未subscribe我們channel的話 那快點記住要訂閱我們的頻道啦 那Hotland Village呢 那其實就在兩個town之間的 那一個叫做Farnborough啦 另一個叫做Fleet 那我們現在身處就是Fleet那裡啦 那Fleet呢 其實是在Harmshire裡面啦 那一個大概4萬3千人口的town 那Fleet呢 那Fleet呢 又在一個叫做Hart的區裡面啦 那又Harmshire又Hart又Fleet 那是什麼回事呢 那當是香港的地理位置 那才算啦 那Harmshire可以說是新界區啦 那Hart可以說是沙田區 那... 那... Fleet這個地方呢 那就是沙田區裡面的大圍區 那就是大概是這樣的concept啦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都有一些漂亮的酒吧 那樣的地方的 那現在呢 那就是星期日的下午5點幾 所以大部份的店舖呢都關掉了的啦 那剩下的都是餐廳啦 那剛剛也提過呢 那... 那... 那也是全英國其中一個最適宜的地區之一啦 那其實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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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收入 人均壽命 失業率 治安 多不多陽光 等等 前面這個 Hard Shopping Center 裡面有間 Waitrose 這條High Street三間 大的超市其中一間 另外兩間 就是向前走的 Marks & Spencer 和Sainsbury's 不過走遠一點 向東方向走 也會有其他超市 例如Morrisons Audi 這裏也是傳統白人區 大約92%人口是白人 一個漂亮的區 樓價都不會太低 一間三房Semi 都要至少450幾起 一間三房的 棟林屋 500幾起 如果一個兩房的 Flat 就225幾起 看完Fleet之後 我們就去另一個 Town 叫Farmbra 看看 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 大家都見到 其實都是很 看正的Town Center 裡面 其實不是很大的 一頭一尾 都走大約五分鐘 走完 我們現在剛才的 右手邊 就是這個 Shopping Center 其實附近 除了這條大街之外 旁邊也有 Astar 一些Retail Park 在這個位置 也有 一間 Iseland 其實再前一點 也有 一間 唐人的 超市 Farmbra 這個地區 依然還在 Harmstadt 裡面 不過其實 就很近 Surry 基本上 開車過去 東走幾分鐘 就去到Surry 在我們現在的 左手邊 就是剛才提到 那間 賣亞洲食品的超市 跟Fleet比的話 其實Farmbra 比較多賣 但是 那個區 感覺上 就沒有Fleet那邊 那麼漂亮 沒有那邊那麼中產 那其實再看看 Crime Rate 那 Fleet那邊 其實Crime Rate 是54 那 這裡 大概83 那所以呢 那個數字 越低越好 所以其實這邊的治安 在這個數字上 就沒有那麼漂亮的 那你再看看二手樓的樓價 那這裡的三房Semi 其實大概375至400K已經開始有的交易 而且都不差的 而三房的獨立屋 大概是450K起 那所以都是比Fleet那邊便宜了大概是10%左右的 那跟Fleet那邊比呢 那這邊是比較多海外出生的人口的 那這裡大概是八成的人口 在英國出生 那但是Fleet那邊呢 有九成的人口都在英國出生 那白人比例上也是相對偏低少少的 那這裡大概八成的人口是白人 那你看完了Fleet和Fleet之後呢 那又回來這個這麼漂亮的Hotland Village 那由這裡去倫敦呢 其實就不遠的 那在整個屋苑裡面 那有Shuttle Bus 是可以去到Fleet的火車站 那由Fleet去倫敦 大概36分鐘最快的火車 那就可以去到倫敦 已經叫Waterloo 那所以多脫多了 那其實一個小時不少 可以去到倫敦市中心 所以都很快的 那以學校方面呢 一個貓以內 有兩間Grid的小學 而那些貓裡面有四間Grid的中學 那我們現在身處呢 就是這個位置 Sales Office 那外面的樹林呢 其實都是很綠化的一個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那其實可以在這裡呢 有一條路呢 這裡可以上去 然後繞它後面 這樣上去 可以去到市中心的 那走路呢 大概是半個小時左右 那這邊呢 另一邊 那這邊也可以走到市中心 大概都是二十多分鐘左右 那這邊的樹林呢 其實是一些的 英國的國防部 一些訓練的場地 那這個也是開放給公眾人士去用的 那其實大家會見到 Sherry呢 有很多的軍事的地方 那也都有很多的軍營 那有些已經是沒有用了 那有些還在運作中的 那我們就看看整個的Size Plan 那這個就是Hatland Village 整個的Development 那就是我們這裡前面的 那這個就是第一期 那那個Sales Office呢 正正在這個位置 那之後呢就在賣第二期 就是這個範圍 就是這個範圍 那賣完這個第二期之後呢 那就搬到第三期 第三期正正中間這個位 那大家會見到呢 那這裡呢 有幾座高一點的建築 那是什麼來的呢 那到時呢 在第三期的時候呢 那將會有一間的小店 賣一些 就是類似一個小的超級市場 那也都有Gym 有Coffee Shop 那也都會有 那一間的Nursery 和一間小學 那至於兩邊呢 那也都會有Apartment 那賣完中間這個第三期之後呢 那就會搬到後面 旁邊這些位的了 那現在呢 我們的入口 駕車入口呢 只有這個 這個入口 那但是呢 到時起的時候呢 那那些全部的重型貨車 都會在後面那裡進來 那所以呢 在這邊的時候 進了貨之後呢 也都不會受到 這個將來起樓的影響的 那那之後呢 我們就出來看看 附近的環境了 那其實看到那些街道呢 都很整齊一下 那跟很多新樓的區不同 那那些路面是完全地 是很英俊的 那還有呢 那樓與樓之間的距離都很多 那你見到其實 這兩排屋之間呢 都是中間隔著了一塊大的草地 那也都可以見到呢 那這些路面呢 相對地比較闊的 那其實我們很少會見到 一些的 那就是 那就是 住宅區裡面 新樓裡面的樓 簡直可以畫到線 通常呢 都是一些比較窄一點的樓 那在圍板後面的呢 那就是第三期了 那巴克尼發展商 那巴克尼發展商 除了賣樓之外 那也都在屋院裡 做一些聯移活動的 那平均每一個月 那都有一次的 不同的主題的 聯移的活動 那就可以建立回 這個 community spirit 那一陣子我們 我們鏡頭前面那些呢 就是apartment 那都有些大的 我們現在這邊 前面那塊草地 那就是很多小朋友在這裡玩的地方 那就算在這個角度看回 屋與屋之間的距離 也是相當之闊的 那些公園也是定期的小褲活動 包括了農曆新年 好到最後呢 就回來我們前面那麼漂亮的位 其實這邊都很多綠化地方 前面那些樹 其實管理費都包了 是會管理好這些 那麼高的蟲樹 今次介紹這個影片到這裡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歡迎大家去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如果大家想透過英國度租樓 買樓裝修 甚至乎買樓 也都歡迎隨時找我們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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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再見 glo